张伟丽的比赛呢 确实是非常喜欢 启动速度很快 单击爆发了也有 地面移动速度也很快 焦劲还很足 对 跟后腿的攻击都比较有效 但是我们看这个单击 张伟丽一脚踢在对方 一个摔法 一个摔法 很快啊 对方是 现在没有做其他的动作 张伟丽是在僵持当中 张伟丽 我们看到张伟丽已经 把右腿再往里挤进来 想做一个过程 强力的就这么过了 砸击 肘击 已经骑撑了 已经骑撑了 对方在这起墙 起墙的时候 张伟丽做了一个 夹住啊 夹住 别招待 漂亮 漂亮 还有四秒 出张 哦 两人一开就连续换拳啊 对 这种味道啊 是 这种大摆拳 哎呀 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勾摔 看看能不能拿到好位置 然后我看到很多选手 首先做 哦 这一行已经开口了 进行地面 砸击 连续的招法 连续的招法 哦 而且你看张伟丽在 做砸击的时候啊 身体一直还是做一做 一动 莉莉亚的转换也很快 哎 要做三角角的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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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搭上 没有搭上 嗯 好 裁判让他们重新从战力 开始 对 其实看过很多女子比赛的 高边腿 高边上头 哦 非常的清晰 其实我刚刚想说 在女子选手比赛里面 Ko很少见 很少见 我还没有说出来 一脚封头啊 哦 这女王的一场比赛 就是这样一个高扫 在她转身的时候 一个高扫 唯一不同的就是 莉莉亚没有转身 在攻击的同时 一个高扫腿 哦 确实是一脚定身 15秒 Ko获胜 And the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One by Knuckle